夏天气温高 细菌容易滋生 民众在购买冰品或者是三明治面包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是否卫生干净 新北市卫生局日前就抽烟了市面上的这些产品 发现有很多的产品 大肠杆菌群都明显超标 天气真的好热 民众来上一支双麒麟真的好消暑 不过新北市卫生局日前抽烟市售双麒麟等冰品 结果发现淡水老街天霸王双麒麟 自制的香草优格双麒麟复抽 还是减出大肠杆菌群超标二点一倍 国賓引成中和环球店自制的牛奶双麒麟 复驗后大肠杆菌也超标三点六倍 应该说在整个部落院整个手部的清洁部分 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 整个消毒部分在做加强 还有设备清洁做加强 包含手部的清洁 包含瓶生开瓶的清洁 除了市售的冰麒麟 卫生局也抽验了面包店餐厅和便利商店 超市等贩售的四十六件三明治 前亭保面包 结果板桥区温哥勒烘焙工坊 自制的肉松蛋沙拉面包 以及马铃薯沙拉面包 复检时仍被验出大肠杆菌群超标 为在新店统一圣纳多宝面包店的 鸡蛋沙拉三明治复检时 大肠杆菌群还是超出标准值 新北卫生局呼吁民众在外购买食物时 除了观察店家 城装的容器是否干净外 也要注意工作人员双手卫生的问题 尤其是沙拉类的食品购买后 如果没有立即食用 一定要马上放入冰箱冷藏 以免滋生细菌 记者温瑶瑜林国黄新北市报道